二零二四年開始 不管是在企業 政治 很多的行業裡面 都會看到女性的抬頭 所以明年的開始 也是重男輕女的一個轉捩點 開始慢慢的重男輕女的 這一種觀念 你沒有發現 我們的來賓女生都比較多了嗎 現在其實主持人 酸比酸 主持人也岌岌可危 不會啦 鄭大哥無能取代 對 對 所以女性抬頭的開始 那我要提醒到就是說 剛剛我們有講到這個詐騙 詐騙是因為這個AI 科技的一個發展 然後到明年的時候 詐騙事件會更猖獗 包括就是豬宰 豬宰就是人被壓 像有人去找工作 不是被關起來那一類的 包括送到外地 那個賣器官 這個都要很注意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掛像 叫雷火風 對 雷火風我們從字意上面 就是二零二世是風火雷電年 那什麼叫風火雷電年呢 就是這個氣候會很極端 再來就是突然的 狂風暴雨加閃電 然後產生這個有水災的 這一種狀況要很小心 再來就是國際上的火山 會持續的爆發 尤其在其實這二十年 就像周老師講的 不太會那麼的平靜 就是說在於剛剛鄭大哥講的 周邊的這一種國與國的關係 會很緊張 而且甚至會有再有戰爭的產生 再來就是說 明年的這個天氣裡面 會有焚風 就是吹燒風 吹燒風 我們在台灣也很久 沒有看到起霧 有沒有 以前在多年前高速公路 就會突然起霧 有沒有 開車要小心 明年就會發生了 霧會很多 所以我們開車要小心 這個燒風 強風會很多 再來明年會 焚風在台灣最多是台東 對 但是明年會普遍 包括我們在台北或台中 各地都會發現說 這個風吹來怎麼這麼熱 第一 會傷到種植物 稻米的收成不好 種植物也會比較多災損 加上明年我們會發現很多蟲 就是病蟲害比較多 這個我們要小心 再來明年就是說 假成年要注意高空的災難 比如說空中的交通 比如說空難要小心 再來休閒活動 比如說唾液傘 高空彈跳 還有什麼高 在空中的什麼 這個叫雲霄飛車 摩天輪 離地比較遠的這種活動 都要很小心 這個我插個話 其實全世界很多國家 包括美國 韓國 德國 很多國家 日本都在推動 空中計程車了 就是他只能載兩個人 是 然後是用飛機載 可是那個飛機是小型的 然後他還可以降落在地上 然後變成計程車這樣送 以後已經在幾年後就會 就會發生 就會發生 對 就是有人解決說這個問題 對 車可以做 讓你把它背起來 是 會有那麼多降落 對 馬鈣仙 馬鈣仙 對 我不好意思說 因為那很久的事 對 馬鈣仙